老马食徒 春秋时期,燕国被北方一支比较强大的少数民族山戎入侵, 解夺了很多粮食、牲畜和财物。 燕国没有办法,只好向齐国求救。 于是齐桓公亲自率领大军攻打山戎,救援燕国。 一同随行的还有相国管仲和大夫席鹏。 齐军春天出征,到冬天才打赢圣仗回国,原来的草木早已经变样了, 因此齐军在回去的路上绕来绕去,最后经过一个山谷时迷了路。 虽然派出很多侦察的人去探路,但仍然弄不清楚该往哪边走。 时间一长,军队的粮食越来越少了。 相国管仲意识到如果再不找到出路,大家都会困死在山谷里,必须赶紧想出一个主意。 管仲想了很久,对齐桓公说,"大王,狗离家很远都能找到回家的路。 我想老马也应该有这个认路的本领,不如让军中的老马在前面领路,带着大家走出山谷。 齐桓公一听,觉得有道理,立刻让人挑出几匹老马,解开套在老马身上的绳子,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。 说来还真是奇怪,这些老马没有一点犹豫,直接朝一个方向走去。 齐军赶紧跟着他们,没过多久就走出了山谷,找到回齐国的道路。 老马识图,老马能认识走过的道路,比喻有经验的人熟悉情况,可以指引别人。 小朋友,经验是需要积累的,我们可以多向有经验的人虚心请教,学习宝贵的经验,在应用到生活中一定能受益很多。 去看天需要宝费。 那类沸eline的耳朵呢真相掮ж! 去�ель冰尽甚至多! 来说自己嘴 辞质人吧! 谢谢大家